这个年轻人真是畜生牛犊不怕虎 登门挑战王铁锤 竟然呢还让王铁锤先走 王铁锤笑了 说你确定 年轻人不屑一顾的说 我在我们村从来都没输过 你一个女孩子家下轻能有多厉害 我肯定让你先走 那铁锤呢也不客气 摆了个中炮 这个年轻人呢 还价于顺炮 红旗上马 黑旗上马 红旗出直距 黑旗高横距 红旗炮八平六 红旗这招收炮视角 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下法 一般呢都是走这个 冰三进一 或者说走一个马八进七 这是常见的招 那铁锤呢选择了一手 视角炮 这种冷屁的下法 可能也是想考验一下年轻人 而黑旗呢 跳了个鞭马 跳鞭马 这是一种老式的下法 一般呢都认为这个马呢 跳到边上 变化比较少 这个阵型的缺乏这个弹性 反弹力不强 高手呢一般呢都是跳正马 因为这种斗炮的开局 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中路 你现在呢只有一个马来保护这个中族 还是显得有些薄弱 红旗呢跳正马 黑旗平击抓炮 红旗补一手 是 黑旗在 居一平二 红旗就 兵器禁一 挺兵活马 黑旗补一手 是 红旗出狙 黑旗选择一手 居四禁五 以后啊 要平击压马 红旗 并三禁一 挺起两头蛇 现在啊 红旗的双马非常活跃 黑旗选择一手 平击压马避开红旗马三禁四的这个先手 但是呢 红旗依然是选择一个月马盘盒 从此呢 就开始对黑旗的这个阵型 开始发起猛烈的冲击 那下一招 他就有一个地马采居的先手 黑旗选择吃兵 红旗还是扑马进去 黑旗 退居 你现在如果说去扑槽 他可以啊 紧追不舍 跟你 那你这样一个马呢 孤军深入 容易被吃掉 所以说呢 红旗选择一手马七禁六 马七禁六之后 下一招再去扑槽 你就没办法平击来跟了 这是一个马口 那黑旗呢 就 拆炮 这也是一个正招 红旗呢 接下来的招法呀 一步比一步精彩 大家慢慢的来欣赏 简直啊 看了之后 让人拍案叫绝 金马采居 你要是居高一步吧 那这属于是一个五个巨炮被拉住了 他给你炮一对调之后 这五个巨炮被拉住 肯定是不利 所以说呢 被逼无奈 他选择呀 倒车入库 回到原位 那接下来的一招棋 可以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要是走出来 估计大家都要惊掉下巴 谁也想不到 红旗还有这样的招 他怎么走的呢 他呀突然间的来了一招 马七斤六 把这个马呀 陷到你嘴里面 不给你当炮架 以后呢 要来给你兑炮 你要是吃炮 他就吃炮 你吃马 他就吃马 你再打回去 你也不能用试吃 你还能打回去 他就把马也吃 然后呢 以后有炮击中族的这种手段 那走到这呢 黑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退炮 退炮之后 这个红旗呢 开始 台中族交换 然后打一将 黑旗补像 红旗呢 二话不说 选择一手 气马踩像 气马踩像之后 让你这个底线呢 出现毛病 走的招啊 真是凶狠毒辣 那黑旗也只能吃掉 红旗呢 先进居 绊住 现在呀 吃着炮呢 黑旗 黑旗是选择了一手 先平炮 他选择一手平炮之后呢 以后啊 有闪击 底下打闷弓 这种手段 那红旗呢 也看透了 走的很老练 先闭上一手 闭上一手之后 黑旗选择一手 平中来捉炮 那红旗呢 就平炮一打 这个旗 你要是吃掉兵 红旗呢 一个是可以考虑打你的族 再一个呢 他可以考虑打你这个边族 打着鞠 以后啊 再打这个族 以后随时有这个 下底闷弓的这种手段 你这个鞠吃到这儿 对你防守不利 所以说呢 他并没有选择来吃这个中兵 而是选择一手平鞠 那红旗呢 还是选择打边族 准备啊 打向江 浸泡江 一系列的手段 那红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 黑旗呢 选择一手平鞠 跟住这个炮 这也是很无奈 那红旗 打一江 黑旗出老江 红旗带一手 炮一平二 那你面对着这个陈底炮将军 黑旗啊 肯定是必丢一子 而且呢 红旗现在是攻势入朝 走到这儿 这个年轻人呢 也不狂了 只能是认个书 低着头 灰溜溜的走了 怎么样 朋友们 这招马旗进六 这个马味道老将跟前 有没有想到 觉得精彩不精彩 觉得精彩的 谢谢我们弹幕上来吧666